今天晚上呢,我们是熟天的一致聚会 我们会分享关于信心话语的信息 帮助神的儿女 建立信心,阿们 在一致的方面上 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信心的点 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的重要 熟天的一致 一定是透过相信法神的 所以相信神的话语 就有能力 信靠神 其实我们就是怎样 就是相信神的话语 就是相信神的话语 如果神的话语你不相信 那不叫相信 所以祷告也是相信神的话语 不相信神的话语 你的祷告也没有果效 所以弟兄姐妹 信心话语的大力 就是我们会依靠神的话语 相信神的话语 带着能力 带着能力 所以我们得到医治 那么 当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 我们相信神的话语 承认神的话语 你的身体就会改变 医治就会发生 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 这是熟灵世界的真实 所以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 你里面有真理 有信心 你不允许的事情 它就不会发生 你要记住 所有的问题 在神内前都不是问题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从神来的 疾病不是从神来的 软弱不是从神来的 甚至是负面的思想意念 都不是从神来的 弟兄姐妹 从神而来的都是美好的 从神而来的 是全面的拯救 全面的医治 全面的祝福 医治就是现在 信心就是现在 健康就是现在 得胜就是现在 释放就是现在 当我们对神的话语 建立信心 弟兄姐妹 在基督里都是现在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 阿们 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 那么你要让基督所做成的 救赎大功 怎样发生在你身上 听着 你怎样相信 就怎样发生 你相信就是现在 那么就是现在发生 这就是信心 这就是信心 好我们看一个地方的新闻 雅各书的第五章十五节 新闻雅各圣经第五章 第五章的十五节 出于信心的祈祷 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 弟兄姐妹 看到没有 这个应许 是对每一个需要医治的人说的 所以这个人生病了 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需要的是神的话语 最需要的是信心 他有信心 他就能得一致 那么为他祷告的人有信心 也能使他怎样 使他得一致 所以这里的重点强调的 其实不是祷告 听说几位 重点强调的是信心 各位说信心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我们人其实就是一个空壳 就是一个空壳 就看我们接受什么 所有好的事情都是从神来的 不好的事情都是从魔鬼来的 我们的选择权就是 我们是接受谁的 是接受神的 还是接受魔鬼的 如果接受神的 我们就会有信心 我们说的话 就是医治的话 就是健康的话 就是信心的话 就是得胜的话 就是现在的话 阿们 阿们 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 救手的打工 各位姐妹 耶稣已经把我们带到了 熟天的医治 熟天的健康和得胜里面 为什么今天没有活出来 为什么很多的人还在疾病当中 主要的原因是 他没有接受耶稣为他做成的 人们还在接受 各种各样仇敌魔鬼 加过来的谎言 接受罪 接受疾病 接受怀疑 说着负面的话 说着软弱无人的疾病的话 当说这些负面的话的时候 他就没有站在神这边 当他说这些负面的话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给魔鬼加力量 你明白吗 所以虽然他说他信耶稣 可是他接受的是负面的东西 说着负面的话 他还是把自己 交在魔鬼的瑕疵里面 活在魔鬼的全职之下 为什么 因为他不相信神的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不相信神话的人 你再为他祷告 他都不可能真正得意志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的怀疑 我今天收到一个见证 有个姐妹 她是 她是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疾病 他就跟我分享 这些疾病 在他身上挟制他 很多年呢 他都非常的软弱 他也天天认罪 可是还是没有得意志 所以他就想 就接受那种想法 疾病是神的管教 是不是 这是很多人的脑海中 有的那种观念 认为疾病是从神来的 疾病是神的管教 可是弟兄姐妹 如果你生病了 在神的眼中 如果你得病了 甚至因为得病了 离开世界了 我想问你一下 你愿不愿意呢 得病离开世界了 你家里的人高兴不高兴呢 你看到没有 所以说人得病了 离开世界了 是神的管教 是神的美意 可是你得病的是神的美意吗 离开世界的是神的美意吗 难道我们的神 比我们爸妈还更高兴吗 我们生病了吗 你要知道 我们生病了 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朋友都不会高兴 我们的爸妈都会伤心 更何况我们的神呢 是不是 所以你就会看见 多少的人活在谎言里面 是不是 有多少人活在这些 各种各样的谎言里面 各种各样的怀疑里面 不信里面 可是当他听到我们的讲道 他就跟我说 他就开始更新 他就开始更新 所以他明白了 原来过去 所有在承认自己有病 承认自己是病人 承认自己是软弱的 污秽的等等 各种各样的承认 都是因为 在承认 消极的一面 看到没有 都是在承认 消极的一面 承认负面的 承认这是魔鬼的 加在自己的身上 都承认 魔鬼特别有力量 特别有能力 特别有权力的 但今天晚上 我要跟你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听了我们 传讲了真理的道 他说 陈牧师 听了你的道以后 我完全改变了 原来今天 我们要承认的 永远是承认神的事 承认神为我们做的 承认神给我们的 承认我是新道的人 承认我是健康的 承认我是得胜的 承认我是强壮的 承认我是得医治的 看到没有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就要反复的默想 反复的宣告 反复的承认 不断的操练 只有这样 信心才会被建立起来 只有这样 你才会得着 你所相信的 和你所承认的 阿们吗 非常的奇妙 所以这几妹 就没有找任何人 祷告了 你不再关注自己的问题了 所以啊 疾病啊 软弱啊 症状啊 过去天天想这些 天天说这些 现在都不说 也不想了 现在他天天想神的话 天天听道 天天跟着宣告 天天听着跟着承认 承认在基督里 他是健康的 承认在基督里 我是强壮的 得医治的 当他这样 天天承认 天天承认 弟兄姐妹 奇妙的事情就发生 他的身体就得到了医治 他就完全的恢复了健康 阿们 所以使我们得医治的 你要记住 他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到底相信什么 我们是相信神的话语 还是相信魔鬼疾病的话语 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七节 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阿们 看到没有 所以神的话语 只有神的话语 才有能力 神的话语有什么能力 神的话语有创造的能力 神的话语有拯救的能力 神的话语有医治的能力 神的话语有祝福的能力 神的话语有释放的能力 阿们 所以你要过得胜的生活 你要过健康的生活吗 你要过强壮的生活吗 你就要充满神的话语 你就要说神的话语 只有这样能力才会发生 所以弟兄姐妹 遇到任何的问题 任何的环境 你一定要记住 不要说问题 不要说环境 不要说它是多么的糟糕 为什么 因为你说这些问题 说这些环境 它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啊 只会让你越来越 被这些问题 被这些环境 所挟制 所捆绑 弟兄姐妹 那么你要怎样呢 你要奉耶稣的名 你说神的话 阿们 神的话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奉耶稣的名 说神为我们做成的话 是不是 今天耶稣基督的旧文 成为话语的形式 记载在身上 白纸黑字 成为我们生命的保障 你为什么不说 要奉耶稣的书 书健康 健康就会发生 书医治 医治就会发生 阿们 当然不是说 一定要按照圣经 那在那里读出来啊 重点是 只要你所说的话 与真理医治 与神的话医治 就可以 耶稣受病伤 因他受病伤 我们得了医治 我得了医治 是不是 你根据神的话语 你可以说 不但地说 感谢耶稣已经医治了我 感谢耶稣 我是健康的 感谢耶稣已经得了医治 耶稣受病伤 我已经得了医治 你可以 怎样 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说 是不是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话语来说 不是死搬运套的 一定要按照圣经上的话来说 说的你不懂意思 也没有用 是不是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要奉耶稣的名 说 与神真理一致的话 当你这样说 就会有人力发生 阿们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就是因为有 不同意本的原因 不同圣经译本的原因 你看 有和合本 有新译本 是不是 有当代译本 有KJV译本 各种不同的译本 他对圣经的话语 是这样 对神的话语是怎样 他是在哪里说 当他这样的文字 写出来 说出来 虽然看起来 文字表达不一样 但是他的意思是一样的 与神的道真理是一样的 阿们 所以一病甘味 你要奉耶稣的名说 符合神旨意的话 阿们 是不是 不要再说问题的话 当你一说 就会有能力发生 当你一说 耶稣的生命 耶稣的大能 神就会透过话语 进到你所在的领域里面 是你的大能就彰显 这就是出于神的话 没有依据不带着能力的 那么出于魔鬼的话呢 也没有依据不带着负能力的 只有神的话 是给我们带来正面的能力 医治的健康的 蒙福的得胜的能力 但是当你说仇顶的话 负面的话 魔鬼的话 就会带着负能力 是不是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说神的话 那么神的灵就会运行 能力就会发生 这就是我们在创世纪 第一章里面也可以看到 是不是 第一章我们看到 地是空虚混沌 约灭黑暗 是不是 地的状况是怎样 是空虚混沌 约灭黑暗的 第二 神的灵在运行 阿门 今天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 神的灵 在过去在水面上运行 今天神的灵 就在我们的里面 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 第三 说 神说 是不是 当神不断的说 不断的说美好 美好就发生 阿门 说有了光就有了光 说有了空气就有空气 空气 以上的灵 空气一下的灵 就分开了 神称空气为天 所以你看到 当神不断的说 不断的说 不断的说 这些整个宇宙万物 都被创造 阿门 所以神的话语 有创造的能力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 一样是创造的 所以我们的口 它是有创造力的 弟兄姐妹妹 我们的口是有能力的 是有权柄的 所以我们的口 不能说错误的话 负面的话 阿门 你想让你的身体健康 你就要多祝福你的身体 奉耶稣的你说神的话 说健康的话 说医治的话 是不是 你想让你的孩子聪明 那你就要对你的孩子 说智慧的话 聪明的话 阿门 你要说这些健康的话 聪明的话 充满神秘的话 充满活力的话 充满青春的话 那么神说是好的 我们的嘴 也要说好的 也要说负面的话 阿门 所以弟兄姐妹 事就这样成了 阿门 当有奉耶稣的名说出来 这个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 结果就会发生 事就这样成了 事就这样成了 所以会发现 经常有人会问 陈牧师 我应该怎么祷告 陈牧师 我怎么为孩子祷告 陈牧师 我怎么为我身体的健康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就跟他说的 非常的简单 我说姐妹 就按照你心中想要的 美好的结果 来说话 来祷告就行了 你心中想要 怎样的美好 你心中想要 怎样的结果 你想你身体健康吗 你就要这样说 你就要这样祷告 你想要你的孩子 智慧聪明吗 你就按照你心中 想要的这个美好 说出来 这就是在 《创世纪》第一章 你看到神就说出 他想要的美好 当神不断的说 事情就发生 就被创造 是不是 事就这样沉了 阿们 弟兄姐妹 所以你必须要看到 事是怎么沉的 事是不断的说 说 说 是不是 当我们奉尼苏的 你说出 我们想要的结果 不断的这样 说说说的时候 事就这样沉了 好不好 那你要说什么呢 你不要说 我好忙啊 我累啊 我好软弱啊 我身体怎么这么难受啊 我病得不行的呀 事就这样沉了 你不但说 我六十岁了 我现在已经不行了 不中用了 老了 配修了 事就这样沉了 看到没有 弟兄姐妹 不要再说负面的话了 那些任何软弱的话 无论的话 有问题的话 你去说 事就这样沉了 明白吗 为什么现在过成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在那里说 那么今天 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姐妹 开始听了我们的讲道 当他真的听明白了 听进去了 他就完全更新了 就算是他是六十岁 他都说我是年轻的 明白吗 就算是他是八十岁 他都在说 我是逛年期 我还是逛年期 事就这样沉了 就算是他身体软弱 身体有病 他不断的说 一速寿命上 我得了医治 我是健康的 他不断的这样说 事就这样沉了 你说你是健康的 事就这样沉了 你说你是强逛的 事就这样沉了 你说你是充满生命的 充满活力的 你是大有德 大有能力的 事就这样沉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口中所说的话语 非常的重要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 为什么很多的人 特别是身体有疾病的人 你看到他口中所说的话 都是负面 你就要知道 为什么他会生病 为什么在病里面不能出来 就是因为他不断的在说 这些负面的话 明白吗 当他不断的说这些话的时候 事就这样沉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当我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 我真的是保守自己的心 保守自己的口 不说任何负面的话 不说任何负面的话 我在神的话语中 下功夫 你看我每天 每天早上要带沉道临修 晚上要分享话语 中间还有各种各样的服饰 是不是 时刻的要研究神的话语 没有神的话语 你怎么能够这样的服饰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么我们见到软弱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给他说好消息 你是健康的 耶稣受病伤 你得了医治 耶稣代替了你的疾病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不断的这样传讲神的话语 不断的鼓励弟兄姐妹 不断的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 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生气 都不要忧愁 都不要说负面的话 都不要接受负面的思想应验 因为你说这些话 魔鬼就会借着你这些话来运作 你明白吗 所以无论是灵修 还是分享神的话语 事情成功的关键 就是说 奉尼苏的民说 在每一个领域里面都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不是 好 接下来我们看 马可福音的三章一到五节 马可福音三章一到五节 耶稣医治病人的言谈 你会发现 耶稣的话语非常重要 耶稣面对病人 怎么说话 所以这将成为我们的榜样 马可福音三章一到五节 耶稣又进了会堂 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 众人窥叹耶稣 在安息日一致不一致 意思是要控告他 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 起来站在当中 弟兄姐妹 你看耶稣怎么说话的 你看耶稣医治病人的话语 医治病人的言谈 这是我们的榜样 耶稣的话语非常重要哦 你看这个人是不是一只手枯干了 那么对于一个一只手枯干的人 那么他会不会坐在最前面 肯定不会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 起来站在当中 那么弟兄姐妹 这就是榜样 耶稣叫他起来 干啥 有没有说起来 把你带到胡同里面祷告 起来把你带到家里去祷告 把你起来带到没人见的嘎啦窝里面祷告 有没有 没有 耶稣是怎样 耶稣说叫他起来 站在当中 为什么站在当中 因为耶稣要众人都看见他 这样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 是被人所漠视的 是被人所看不起的 明白 没有人会关注他 关心他的 但是当耶稣让他站在当中 那么众人就会都看着他 所以你要看到一件事 这就是耶稣对他的增容 跟我说增容 阿明吗 所以耶稣在医治病人之前 你会发现他会增容这个病人 他会叫他站在当中 可是今天你看到 很多人给人祷告 服侍人 他会问你 姐妹犯了多少罪 姐妹罪人性的没有 那按那么说 耶稣怎么没有叫这个人 把罪先认亲再医治 今天很多的教导说 要把罪认亲 罪不认亲 神不一致 罪不认亲的话 那你这继续在 疾病的管教里面 是不是 这样的话 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尊重呢 只会让人越来越关注罪 越来越承认自己有罪 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越来越关注 从魔鬼而来的挟制 是不是 而罪疾病 这些问题 只会让人 越来越被定罪 越来越有罪疚感 越来越被羞辱 所以 要解决问题 使人活在羞辱当中 那是不可能被解决问题的 那么我们看到 耶稣在这里 医治病人的话语 是怎样的呢 他叫他起来 站在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让我们看到 他是在尊重他 阿们 在尊重他 耶稣非常爱他 非常尊重他 虽然他的手枯干了 但是他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照着神的形象 样式创造的人 他是一个宝贵的神秘 有尊严的神秘 他也不想守苦干 他守苦干 那是魔鬼的偷窃 魔鬼的攻击 是不是 所以 魔鬼的偷窃 魔鬼的攻击 需要对付的 就是魔鬼 而这个被魔鬼 偷窃和攻击的人 永远是要去爱他的 是需要去尊重他的 阿们 所以你会发现 耶稣为什么叫他起来 站在当中 就是因为 耶稣在尊重他 耶稣要让 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个人是宝贵的 这个人的神秘是宝贵的 这个人是配得尊重的 要让他站在当中 万众不目 是不是 你要知道 他的右手扑干 他有信心站在当中吗 有信心坐在前面吗 那是没有的 他经常会坐在角落里 坐在最后排 没有人会关心他 没有人会看得起他 是不是 人人都会说 你肯定是犯罪了 不然的话 手怎么枯干成这个样子 你肯定最没认亲 你肯定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所以神管教你 我要跟你说 这些话 给他带来的都是羞辱 亲爱的弟兄弟们 当耶稣来了 你要透过耶稣医治 并日言谈 看到耶稣的话语在尊重 这今天要成为我们 每一个神儿女的榜样 你必须要清楚知道 这些活在疾病里的人 他们本身就是被疾病压制 那么他心里面 本身就是难受的 被压制的 如果在接受 各种各样的错误的教导 各种各样的定罪和控告 你说说看 他心里面有信心有力量吗 可是当我们给他带来祝福 带来欣赏 带来尊重的时候 我们就是向耶稣学习 我们过来不是找他的问题 不是给他带来羞辱的 我们过来是给他答案的 是给他带来信心的 带来尊重的 阿们 是不是 所以你会发现 耶稣的言谈 耶稣医治病人的言谈 当他在医治之前 他是先在 他是先 资荣他 这一点非常重要 今天你看到很多人 在搞医治失望 在医治之前 失望之前 他不是在资荣 他是在羞辱 是不是 那么耶稣是在尊重他 让他站在当中 接下来耶稣说 又问众人说 在安息日 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 哪样是可以的呢 他们都不做黑 耶稣怒目四周围 看他们 忧愁他们的心刚毅 就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们说一伸 手就付了缘 弟兄姐妹 跟我说伸出手来 弟兄姐妹 在这里我们都要看到 马可福音三章一到五节 耶稣医治病人的言谈 耶稣的话语非常重要 这是我要重点强调的 因为我们是信耶稣的 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 所以耶稣怎么对病人说话 耶稣怎么尊重病人 耶稣怎么医治病人 他是怎么说话的 亲着 你就怎么学 你就怎么说 任何与耶稣不一样的 都是从魔鬼来的 你明白吗 你是信耶稣 你不是信宗教 不是信任何人 任何人的 任何宗教的 教导的 与耶稣所说的 与耶稣所做的 不一样的 都是从魔鬼来的 魔鬼给人带来的是羞辱 是定罪 是控告 是捆绑 是偷窃 是杀害 毁坏 但耶稣给人带来的是赦免 耶稣给人带来的是爱 耶稣给人带来的是拯救 是尊荣 是祝福 是医治 是释放 是得慎 那么弟兄姐妹 看到没有 首先耶稣尊荣 让他怎样 让他起来 站在当中 然后耶稣吩咐说 叫他伸出手来 是不是 你要知道 他这枯干的一只手 他好意思伸吗 他不好意思伸 他就怕伸 是不是 他藏在袖子里面 如果他平时伸出来 最后有人看到 手枯干成这样 那法利西亚人 不会定罪他吗 那其他的那些 律法下的人 是不是 个个都会说他 你是不是犯了什么罪呢 你的手怎么枯干成这样呢 你怎么还有脸伸出来的 你这太可怜了 你这个人的手 是这个样子呢 是不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是在这里你看到 当耶稣发出话语来 叫他伸出手来的时候 这个伸出来就是做 不可能做的动作 因为他这个枯干的手 他本来就不敢伸 也不愿意伸 是不是 他就害怕伸 不好意思伸 怕别人认罪 他藏在里面 但当耶稣叫他伸出来的时候 听着 这就是做不可能做的动作 这就是对他的身体说话 对他的手说话 当他听耶稣的话 你看到没有 他把手一伸 手就付得圆 现在弟兄姐妹 我要给你分享的是什么 伸出来就代表信心 当他听耶稣的话 首先耶稣没有进去 耶稣是真容他 是不是 他在耶稣的话语当中 感受到了耶稣 对他来 与法利塞人完全不一样 法利塞人是不可能让他起来 站在当中的 是不是 没有任何人会关注他 让他起来 站在当中 法利塞人有可能都不让他进来 不让他聚会了 很多人就是 他要来聚会 所以让他站在最后面 坐在角 角落里面 但是你会发现 耶稣让他起来 站在当中 首先得到的是真容 接下来耶稣叫他 伸出手来的时候 他这样一伸 手就付得圆 弟兄姐妹 所以在这里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伸出来就代表信心 伸出来就是相信耶稣的话 伸出来就是做 不可能做的动作 因为耶稣心里相信 只要他实意伸出来 他的手必不远 这就是化日的大能 耶稣的心里面 耶稣的脑海里面 肯定有一幅清除的图画 什么清除的图画 这个人的手一伸 必定复原 与原先那个健康的时候 关键一致 阿没吗 所以今天晚上 我要跟弟兄姐妹 分享这个信息 分享这个信息 所以只要我们 拥有神的话 亲到神的话 神的话就是给你 带来赦免的 给你带来祝福的 带来尊容的 带来医治的 带来健康的 带来得胜的 当你听到这样真理的道 你就会有信心 当你一有信心 你就开始伸出手来 你就开始活动起来 是不是 你腰痛的 你就开始活动你的腰 颈椎有病的 活动你的颈椎 是不是 你的内脏器官有疾病的 你要相信你的内脏器官 得医治 你就祝福他 阿们 只要你凭着信心 做你以前 从来没有做的动作 是你的能力就运行 看到没有 只要你听到神的话 你里面有信心的 按照神的话 行动的时候 神的能力就运行 神的恩高就运行 一直到大人就进到你身体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神国运作的法则 当我们定进在神的话语上 当我们的事工 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 无论是在线上 还是线下 无论是个人 还是谈队 还是大型的聚会 当我们奉耶稣的你 传讲神的话 奉耶稣的你 神的话 又给神儿女带的信心 然后奉耶稣的宣告 起来检查 活动你身体 做你以前 不能做的动作的时候 弟兄姐妹 奇妙的事情就发生 身体就改变 医治就发生 看到没有 只要我们的 在神的话语当中 建立了信心 那么这个奇妙的 医治就发生了 就发生了 所以有人问我 陈牧师 怎么祷告 我就跟他说 你就这样祷告 你听着神的道神的话 你心中想要什么 你要有清楚的画面 阿们 你口里面要这么说 这个清楚的画面 心里面要有这样运行 口里面要这样说 因为你要知道 圣经的话语 不光光是文字 而文字的背后 它是一幅图画 看到没有 是一幅图画 所以我们人 其实神创造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拥有的图画思维 我们的想象力 都是一幅图画的想象力 明白 所以当我在这里说 有一只白色的狗的时候 是不是 四只腿 这叫啥 一米 一米长 是不是 这条白色的大狗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脑海中 会有一幅 白色的狗的这种画面 那么弟兄姐妹 任何的文字背后 其实它都是一幅图画 所以我们听到了神的话语 你要知道神的话语 不仅仅是文字 神的话语背后 是一幅图画 所以话语里面有图画 文字里面有图画 亲爱的弟兄弟妹 神在创造宇宙之前 创造天地万物之前 他心中已经有一幅 精美的宇宙的 万有万物的图画 答备吗 按照他心中所要的 有的图画 把它说出来 圣经就发生 那么透过耶稣的医治呢 我们看到耶稣的医治 也是如此 你会发现 耶稣尊重这个人 让他起来站在当中 是不是 接下来耶稣 叫他伸出手来的时候 听着 这个医治的模式 它就是一幅图画 耶稣把它心中的答案 说出来的时候 心中的图画 说出来的时候 结果就发生 明白吗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都要训练这样的思维 当你讲到健康的时候 你要在健康两个字里面 要有图画 想象到你健康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 想象到你健康的样子 你就是开心 就是喜乐 就是又蹦又跳 就是自由自在的行走 自由自在的奔跑 想爬山就爬山 想游泳就游泳 想走路就走路 想跳就跳 想笑就笑 自由自在 阿们吗 你讲到健康的时候 你背后就有这样的图画 健康的形象样式 健康的图画思维 那么讲到疾病的时候 你的心中也会有疾病的图画 你想着自己不行的 躺在床上的 有病的 身上都是插门管子的 等等等等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跟弟兄姐妹说 你一定要承认的是神的话语 不要承认魔鬼的话语 你天一承认神的话语 那么你的心里面 你的脑海里面 都是健康的图画呀 健康的形象样式啊 你说那些罪呀 疾病呀 问题呀 你心中都是那些 忧虑的 不好的 有病的图画 不好的图画思维呀 看到没有 所以这就是 耶稣的一致模式 我们会清楚的看到 他心中其实是 很清楚知道答案的 因为天国没有疾病 天上没有枯干的手 天堂没有枯干的手 耶稣说的答案 是从天上而来 耶稣所说的结果 是从天国天堂而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当他这样 输出来的时候 事情就发生了 明白吗 所以今天我们 每一个神的儿女 也是这样 当我们开始 建密这样的图画思维 你要知道 你今天活在基督里 你活在天国里 你是神的儿女 基督里没有疾病 基督天国里面 没有任何疾病 天堂里面 没有任何疼痛 那么你就不要说这些 亲爱的弟兄姐妹 基督里都是健康的 基督里都是强壮的 天国里都是健康的 天国里都是完全健康的 天堂里都是美好的 这些都是天上美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的心中 要透过神的话语 我们要看到在基督里 在天国里 在天上这些美好的答案 美好的结果 当我们这样把它 说出来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它就会发声 和张现在我们身上 好不好 所以这是我今天晚上的分享 今天晚上的分享 所以你要开始说出 你心中美好的结果 美好的答案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话语是有创造力的 所以我们所说的话 能够释放出天国美好的答案 我们所说的话语就是信心 我们所说的话语 能就带着全民能力 实行创造 当我们完全相信神的话语 我们无论是祷告 还是说话 都相信神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 疾病在你身上 哪有地步 哪有机会还能存留啊 为什么疾病 症状 这些东西 魔鬼的攻击还能存留啊 就是因为你还在说负面的话 说软弱的话 说疾病的话呀 你还在给他开门 还在给他留地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心就是 靠着神的话语 永远只要承认和宣告 我已经得医治 我已经得健康 奉耶稣的名 我是全世界最健康的人 是不是 不要凭感觉 不要凭眼见 不要看症状 不要说问题 你的信心超越这一切 神的话语超越这一切 我们得医治的 证据是神的话语 只要我们透过神的话语 要看到你健康的画面 是不是 耶稣受病症 你得医治 耶稣受刑法 你得医治 要看到你健康的画面 你就必真正的得医治 医治属于你 医治必发生在你身上 好不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阿们 阿们 好 我们今天晚上的画日分享 就到这里 所有领受的家人们 跟我喊一声阿们 接下来呢 我们要一起来宣告 健康宣言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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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晚上我要跟弟兄姐妹们说啊 今天来我要带点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宣告这个健康宣言啊 健康宣言 如果你有健康宣言的话 找到跟我一起来宣告啊 如果没有的话 等一下我会发一下啊 发一下你要把它收藏起来 把它写下来 或者是打印出来啊 贴在墙上 贴在你的床头上 天天宣告 透过这个健康宣言 看到你健康的画面 健康的形象样式 完全的医治 完全的健康属于你 阿们 好不好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宣告健康宣言 好 前面我先读一下啊 健康宣言前言 根据弟兄姐妹们的需要 许多人想为健康祷告 所以特制定健康宣言 你有需要可以成为你的健康宣言 天天读 宣告 有病的得医治 无病的立上加力 健康更加健康 年老的如阴 烦恼环统 年轻的如阴 感知上天 生命力量 就是话语的力量 就是宣言的力量 你说什么话 就会释放怎样的树林全食 身体就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就会活出怎样的生活方式 请每天宣告 带着感情 用心 慢慢的语气 调整你的思维 激情的语气 建立健康的画面 在你心里 在你脑海里 你会发现 你的身体被施力充满 依附的健康 在你的施力中 完全掌权 阿们 好不好 这就是前面这个 二人健康先言 他的一个重要性 为的是帮助你 建立健康画面 使你在神的话人当中得一致 建立信心 好我们开始了 预备好了没有 预备好的弟兄姐妹们 我先来宣告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因他受的冰伤 你们便得了一致 一 耶稣担当了我一切的罪 我信耶稣而活 我活在耶稣的公义里 我是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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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代替了我一切的吉利 我已经得了医治 我活在耶稣的生命里 我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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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奉耶稣之名宣告 现在 我的每个思想 每一个意见 都充满耶稣的喜乐 充满平安 充满公义 充满圣洁 我只接受 从神来的美好 奉耶稣之名 我命令 一切不属于我的罪恶 负面思想 疾病疼痛之名 出去 离开 消失 不准再回来 三 奉耶稣之名 祝福我的身体 我的大脑清醒 思维敏捷 领悟 记忆力 领悟力强盛 我的眼睛清楚明亮 我的耳朵聪明明 我的心脏健康强壮 我的肺活量 新生繁荣 我的肝脏 我的胰脏 我的脾脏 我的胃 我的肾 健康强壮 我的消化系统 新人代谢系统 免疫力系统 都完美运作 四 奉耶稣之名 祝福我的身体 我的每一个细胞 都充满身体 充满活力 每一根神经 充满智慧 充满聪明 每一根血管充满健康 充满平安 每一个气管充满力量 充满很高 每一个骨头充满能力 强壮结实 从头到脚 都充满主耶稣的胜利 都充满主使命的能力 都恢复健康 都恢复健康 都恢复神创造的健康 超自然 完美的健康 阿们 弟兄姐妹 你可以举起手领受 如果你有的话 就跟着一起宣告 如果手上目前没有的话 举着手领受 奉耶稣之名 感谢父神 现在 我心中欢喜快乐 神的医治大能 神的喜乐平安 如江河流流 流进我的大牢 我的颈椎 我的背部 我的胸部 我的腰部 我的腹部 我的腿部 我的脚部 我享受耶稣基督的 生命平安 我完全放松了 放松了 放松了 从头到脚 换员一心 从里到外 突胎换骨 得到医治 充满活力 完全健康 神采飞扬 六 奉耶稣之名宣告 从现在开始 我剑步如飞 我欢呼缺越 我奔跑在茫茫无际的草原之上 我攀登在崇山距离的山水之间 我欢乐在海天一色的大海之上 我享受神创造的诗情画意 美好河山 七 奉耶稣之名宣告 我要在草原上 沙滩上 高山上 沙滩上 教堂里 公园里 广场上 舞台上 聚会里 所到之处 喜乐欢呼 在成全上万人命前 述说主义书 无条件的赦罪恩典 赞美主义书 无条件的一致大能 这来自天上的生命力量 是我的荣耀 是我的见证 我的人生 因为耶稣尔精彩分成 闪闪发光 生命的终极价值 与意义 就是神爱我 我与神同行 与神有故事 书写神国历史 创造神国传奇 这美好的生命 公义 圣洁的生命 健康强壮的生命 喜乐平安的生命 属于我 从我的生命中流淌 流进千万灵魂的心里 让生命的力量 给每一个人带来 永恒的祝福 这是我的健康宣言 神的大力运行 奉耶稣之名成就 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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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好不好 所有领受的家人们 都喊阿们 当你这样宣告 健康宣言 你会发现 透过神的话语 你的思想 你的心态 你的身体 都改变了 都有健康的画面 阿们 不但身体都医治 健康画面 都医治以后 健康以后 你怎样的生活 更有价值 成为神荣美的见证 都有健康的画面 你说好不好 好不好 所有领受的家人们 还一声阿们 还一声阿们 神大利亚的心情